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看到那个小小竹鹿鞋来唱歌 一个很深的感觉 好想当爷爷 女儿不在这边没有听到新声 当然另外一个还有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那小小的竹鹿鞋站在前面 感觉上他们都长得很像 他们都有耶稣的印记 是成光教会出产的 感谢神 看到小孩子就想要讲故事 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 那个古老的传说是在 说有一个城市 在城里面有一座山 山上有一个很漂亮的那一个教堂 那一个教堂非常的专严 而且是开得非常的巨大 那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它有一个很漂亮的钟 大家都很喜欢到特别的路子 比如说是复活节或者是圣诞节 就有很多的人会聚集到教会 不仅仅是参与那一个活动 其实他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期望 是想要听钟声响 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 就是在好几百年前 他们在这个传说已经传说好久 所以有些已经失传了不清楚说 真正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他们知道这个钟一直都不响 只有曾经想过一次 但是也不清楚 那有人讲说 那个时候因为有人送了一个礼物 然后那个时候钟就响了 那从那个时候 每一个人都在盼望 每一年每一年都在盼望说 哪一年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 可以听到钟响 在这个时候当然 在很多的特别的节庆里面 特别是圣诞节 他们会有很多的奉献 然后希望这些奉献 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也许那个钟声会响 那这个传说一直在流传 在那个地区里面 那有一对小兄弟 那个哥哥叫皮耶 那一天是圣诞节的前一天 然后皮耶就找了他的弟弟 他说我们听了那么久的传说 而且我们也没有机会到城里面去 因为这两个孩子是一个穷孩子 没有父母 那只是那个爷爷照顾他长大的 他们在想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到那里去看看 这个漂亮的那一个教会 教堂 也许也可以看到钟 所以他们就两个就牵手 因为他们毕竟是从乡下 要往城里走 要有一段路 就开始往教堂的方向走了 走了一段时间 当然耶诞节是在下雪的天气 天气是冷的 走到一半 他们碰到一个老婆婆 穿的不是很多 而且在树从旁边在那边打仗 那这个皮耶就带着他的弟弟说 看到那一个这个老婆婆 他就跟他就看了 就起了一个怜悯的心 他说 弟弟啊 我想这样好了 等一下你就继续走 我留在这边 我照顾这个老婆婆 那他已经很快要到那个城了 所以你赶快去 也许你还可以赶得及参加那一个教堂 在庆祝那个圣诞的那一个活动 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当你去的时候 因为我这一次没办法去了 当你要用两倍的心思去帮我看 一个是你自己看 一个要帮我看 你要看那个教堂长得多漂亮 你要听帮我听那些诗歌 那你也要让我知道说 每一个东西它长的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留在这边照顾这位老婆婆 也许我这边的小饼干 还可以让他分享 让他不会在这边受动 但是你不要忘了 当你为我到那边去 看了这些东西也帮我奉献 然后还有一件事 你要找人来帮助我 把这个老婆婆带到城里里面 让他得到医治 那小弟弟其实是很害怕 因为他除了他哥哥带着他去以外 他实在是不敢自己一个人 走那么长的路 但是很显然的 哥哥的这样的交代 他不得不往前走 他就是往前走 在教堂里面 那个时候 庆祝的仪式正在展开 当诗歌在唱的时候 其实是唱出了很多 让人家很感动的歌曲 那你如果在那个环境当中 你会发现说 真的是耶稣在当中 有许多很多的爱的感受 接下来就是 大家很期待的一段时间 因为每一个人开始奉献 有国王来奉献了他的官门 有富豪他奉献了他很多的金钱 也有人奉献了他的房子 每一次奉献 那个奉献来到奉献的位置的时候 大家都在期待 那个终身会不会响 一个一个每一个人都奉献了 好像再来也没有人了 这个时候大门开了 一个小萝卜头 就是那个小弟弟 他跑好久 他没有赶上那些诗歌的时间 也没有赶上大家欢乐的时间 最后赶上最后一步 他勉强可以冲到前面来 他放下了他哥哥的那一枚的银币 当他放下去的时候 突然之间大家听到 教堂的终身响起 这个故事本来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有人有另外一个版本 当他放下去以后 终身响起 所有的教堂的人很奇怪 说哇 是哪一个人他奉献了什么样的东西 让上帝能够喜悦 让那个终身能够想 他们没有想到 是这样一个小孩子 弟弟放了一个银币以后 他知道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赶快又跑出去了 带了一群人到了城外 去想要把他的哥哥 还有就是这一个老妇人 救回到城里面去 当他绕了那一个树丛底下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老妇人 他的身上披着他哥哥的大衣 他的哥哥就坐在旁边 就一动也不动 很显然没有了气 这时候他看到他的皮椰 他的哥哥突然之间一个很深的感动 他扑上去哭了 因为他哥哥死了 在那个地方 他咬着那个老婆婆问他说 我哥哥为什么会死在这里 那个老婆婆讲说 在你离开以后 我很饿 你的哥哥给我一块饼干吃 我非常冷 你的哥哥把他的大衣脱下来 让我穿 然后你的哥哥又觉得说 怕我无聊他一直跟我讲话 一直到当终生响起 他突然之间不讲话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看到 就是他的哥哥就在那边冻死 因为他也没办法再讲话 终生响起 神悦纳了不仅仅是那一个银币 而且也悦纳了 那个孩子的生命 当我们谈到圣诞节的时候 其实你有没有特别想到说 圣诞节这一段 是让我们觉得很喜乐的日子 因为我们有神的爱 但是这一段时间 其实对一般人来讲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第一个它是一个残酷的时间 因为是年底 对不对 我不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 年底要什么 年底叫我们学书界要交报告 要写明年的计划 然后那个银行界的要结账 要关账 然后再来很多的那个 都是要做结束 当你碰到结束的时候 就碰到什么 好评 有好有坏 还要接下来 你还要迎接明年的新的 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讲残酷 事实上是很贴切 因为我们面对的有跟没有 我们面对的被批判 我们面对的被要求 不仅仅是残酷 其实也是忙碌 我想可能基督徒会比一般人的忙碌更多 因为我们要有很多的准备 要有很多的表演 那你会发现说 在忙碌的时候 你就发现 我们的脾气 好像很多的时候管理不住 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疲漏 我们没有准备好 在这个忙碌的时候 奇怪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 圣诞节也是什么 最寒冷的时候 现在是冬天 我们没有下雪感谢神 但是在很多的地方 是大雪已经成灾了 另外你觉得很奇怪说 圣诞节为什么在这些特别的时候 这些都带给人很多的不舒服 而且是很多的艰难的感受 但是他就是这样来了 因为他带来的是耶稣的爱 爱就要让我们在这残酷的时候 在这寒冷的时候 在这忙碌的时候 明白他对我们生命的意义 他要带给我们什么 其实我们常常在想说 爱到底是在哪里 爱在教堂吗 爱在家里吗 爱在哪里 其实我们值得重新回到 带给爱的我们那位主耶稣 他到底给我们从哪里看到 从哪里学习到爱在哪里 我们习惯上会讲 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我常常在想跟随可能不够 跟随有些时候我们会走岔的 但是如果更真切的讲法 应该是叠着他的足迹行 那我们的脚跡就踏在他的脚跡上 他一步我就那一步 就往往叠印在那边 我们才能够领受到真正的爱 那我想我们的时间 在这个时候其实是蛮特别的 圣诞节领受爱 不是我们能够讲什么 而是我们真的是走到耶稣的生命里面去 让我们看到他每一步 他的那个足迹 从那里面体会感受耶稣对我的爱 所以我们一起 我知道我们那个在单章里面有夹了一张 应该是蓝色的是不是 我忘掉什么色的 是蓝色的 我想我们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一起经历耶稣的脚踪 那我们会这个样子 我念 比如说在这边 我有很多的地方 那个我把很多的那个在福音书里面 耶稣所走过的 所做过的事情 把它列下来 我们就很快的经过 我念爱在伯利恒 就请弟兄姊妹来念后面那一个 那我们就把它 让我们一起经过耶稣的足迹 让我们明白爱在何处 我不知道大家准备好吗 好 爱在伯利恒 他愿意卑微 成为人的样式 屈身在马槽里 爱在旷野试探中 他被试探 胜过试探 也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爱在迦南婚宴 爱在夜里的问答 因而 神爱是人 爱在序家雅各的井边 他教导撒玛利亚故人 领受活水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 爱在长大麻风者的身上 因着爱他肯伸手摸 立刻解结结结 愛在拆了屋頂的房子 愛在碎棺上 愛在碧市大池旁 愛在八府的山坡 愛在衛邦人百夫長的家 愛在拿鷹城 愛在加利利的海邊 愛在加達拉外邦之地 愛在衣上的罪子 愛在館會堂的家裡 愛在猜拳門徒 愛在猜拳門徒 愛在天丸的野地 愛在天丸的野地 愛在水面上 愛在山丸的野地 愛在地加坡力 愛在彎腰畫致的時候 愛在彎腰畫致的時候 愛在西羅雅池瓣 愛在柏大尼 愛在山樹下 愛在耶路撒冷城邊 愛在捷徑聖殿 愛在捷徑聖殿 愛在馬可樓上 愛在柯西瑪尼年 愛在捷徑聖殿 愛在哥哥他山上 愛在空的木木 愛在樓房裡 愛在提比里亞海邊 愛在oser неб 愛在你我的心裏 因為我們真的是眩售神的愛 讓我們有機會領受耶穌在我們生命裏 這麼大的改變 當我們經過這一段的旅程的時候 水著足跡跋過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 在这里可以让我们理解到 爱有三个很重要的特质 第一个 爱的源头是天赋 不要忘掉 当耶稣成为人的样式 来到人世间的时候 他就用人的方式 人的能力 人的智慧在行 只不过他有圣灵的充满 所以他可以经过很多的试探 经过很多的责任 甚至定在十字架 我们不要以为他是用神的方式被定 其实他就是人的方式去定 去感受那个痛苦跟苦难 但是他为什么能够传递这个爱的信息 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能力从神那边来 爱的源头是天赋 我们一起来看耶和福音一书 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 我们要看耶和福音一章 耶和福音一书 对不起 耶和一书四章 第七节到十一节 耶和一书第四章 七到十一节 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神猜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的 十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圣诞节是一个爱的季节 我们愿意将 耶稣的爱传递出去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那个传递出去 其实那个是 源头是从神来的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经历耶稣的爱 但是当我们愿意 把他分享出去 或者是我们在面对 在这个艰苦的时候 在残酷 在寒冷 或者是在忙碌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不容易把爱传递出去 因为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传递 我们忘掉了 我们的源头是天父 爱是从神来 还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 而且认识神 我们也可以从刚才看到的爱的足迹里面 看到第二个很重要的特征 耶稣的爱是坐在最小弟兄的身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喜多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是虾子 是茄子 是被隔离的这些税吏 甚至有些必须要晚上才赶去找他的 狸哥敌母 这些是被边缘化的族群 但是耶稣所看到的是这一群人 爱是坐在最小弟兄的身上 我们再看一次的经文 我们看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节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节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 我们还是一起来看 来 当莲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 梅羊山羊一般 把梅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赴福的 可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留我住 我畜生肉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 一连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给你吃 渴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 留你住 或是赤身肉体 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的 有一个单亲的妈妈 因为是单亲 所以她必须要负起生活的责任 所以她就到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去打工 那就是做那个适者的工作 那刚去了这个餐厅因为她不是首手 所以她所被赋予的任务就是在餐厅里面 比较远的一个角落 当然比较远的一个角落 那些桌上她必须要去服务的这些餐点 她就必须要走比较远的路 特别是有汤水的时候 就要必须要更多的谨慎 所以当她得到这个工作的时候 她发现在她的工作里面 她有特别的必须要注意 而且比较特别的辛苦 做了两三年 她发现说她还是在管理这个区域 好像没有什么样的进步 她觉得生活很疲乏 有一天她还是一样在服侍这些的客人 特别是那一天客人特别多 因为那天恰好外面在下雨 所以有些人就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就暂时来到餐厅里面 也许喝杯咖啡喝杯茶 那里面很多的人 在她忙碌的时候 她看到她所负责的那一个 在那一个比较后面的那个区域 在一个桌子上 在一个桌旁里面坐了一个老妇人 一个人在那里 但是前面堆的就是 前面一个客人所留下的那些餐点 还没有移走 她充满赶过去 因为这是她的责任 她必须要把她清掉 她跟那个老妇人打个招呼 然后就跟她闲聊 然后也顺便讲说 这个小弟好像没有把 那个我们的那个餐厅的小弟 没有把这边说说 对不起 就开始跟那一个老妇人聊了 那问老妇人需要什么 老妇人跟她讲说 我需要一杯茶 她把茶拿来了 然后就去忙她 其他的事情 等她忙得差不多以后 她突然想起了 这个老妇人不知道把茶喝完了没有 当她往那边一看的时候 发现说 茶杯留着 老妇人不见了 她匆匆慢慢赶过去 听到后面一个声音 原来那个老妇人 已经走到门口在叫她 说小姐小姐 我在这边我有十分前我要给你做小会 谢谢你跟我聊了一些 其实那个担心的妈妈心里 如果一开始就怎么会给我小会 小会一分呢 十分呢 小会十分是根本我们所有的适者都会觉得是 有些说对这个适者来讲是一个什么五路 小会这么少 但是她还是很高兴的去跟那个妇人讲说 谢谢你给我这个十分 然后她后面又讲了一句话 愿上帝祝福你 当她讲了这一句话的时候 她突然感受到 那个妇人很奇妙的眼泪流了下来 她很奇怪说你为什么流眼泪 我说了这个十分 那个老妇人为什么流眼泪 那个老妇人跟她讲 其实我坐在那边很久 我是从外地来的 因为我的先生现在是在隔壁的那个医院里面 正在动手术 我在等 但是我在担心 我在忧心的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的先生他开刀完以后会怎么样 我一个人坐在这里 我心里其实是很害怕 我想要找一些人 有没有人能够给我帮助 但是你在这里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 你说上帝祝福我 让我得到很大的满足 因为我实在是需要基督徒来帮助我 让我能够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得到鼓励 这个时候这位单亲的妈妈 突然心里一个很深的感动 他好久的时间他没有享受到他工作里面的一个愉快 或者是觉得他是一个祝福 但是他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心里充满了神在他生命里面的祝福 因为他只有一句很简单的话 一个很好的款待这位老妇人 他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爱传递出去 他告诉那个老妇人说 你可以告诉我 你的先生叫什么吗 彼得 让我继续为他祷告 那这个是这个见证后面的结束 其实我们这边谈到爱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并不尽然一定是最小的 其实我们也应该坐在最大的 为什么 这边谈到最小的弟兄的身上 意思就是说是没有人去感觉的 是被隔离的 通常最小的弟兄这边谈到的就是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在尖的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其实你知道在教会里面 或者是在我们职场里面 也有那些看起来是很大 但是其实是很小的 我们的经理 我们学校的校长 这个都是头头 但是谁会把他当作最小 他一定是最大的 但是通常他是最寂寞的 心灵的寂寞 同样的在教会当中 我想也是一样 很多的我们的领导的同工 他们带给我们是属灵的供应 但是很多的时候 他也是需要一个生命的关怀 爱是坐在最小弟兄的身上 这边谈到 前面我谈到两个爱的源头是天父 爱的目标是什么 是最小弟兄的身上 中间是什么 中间就是我们 其实基督徒应该把自己 把他想成是加利利害 你知道为什么是加利利害 加利利害是一个湖泊 对不对 然后底下沿着耶旦河就这样流下来 最后是死海 你最好不要像死海 你应该像那个加利利害 因为加利利害的水 是从上面的黑棉山就流下来 流到加利利害 然后加利利害有进口 然后也有出口 出口继续流下往死海 但是死海没有出口就堵住了 所以他的水是死的 所以他最后会被干固 但是加利利害没有 他是有进有出 我们就像加利利害一样 我们是领受爱的 从黑棉山 从我们的神 这些这边留下的爱 会充满了我们 我们会爱流出去 那这个时候 你这个加利利害就充满了火水 里面有很多的鱼虾 所以棉徒会在加利利害补医 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弟兄姊妹 当我们想到爱的源头是天父 爱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的时候 不要忘掉了 在中间的 在中间的这一个就是我们 就是这个器皿 这个器皿不是一个封闭的器皿 是有流进也有流出的 第三个我们看耶稣的足迹的时候 你会想到 爱其实在 发生在耶稣的任何一个时间点 或者是任何一个生活当中 爱是随时随在 爱就是现在 爱就在这里 难道不是吗 假如我们看到耶稣 他行走过哪一个地方 他就医治 他就帮助 他就欠导 他就教训 你会发现他的生命里面 在每一个时刻里面 他就愿意把爱把它流出去了 我相信这个时候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同样的我们在领受爱 假如说我们是那一个流出爱的器皿的时候 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已经有在流入 也要准备要流出了 所以爱是随时随在 爱就是现在 爱就在这里 假如基督徒在这忙碌的圣诞节里面 我们不先领受爱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把爱传递出去 假如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彼此相爱 我们就没有办法告诉人家说 这个爱是一个完美的爱 是神所赐给我们 特别恩赐的 是完完全全的爱 爱必须要在我们现在 爱就在这里 耶稣就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起立好吗 让我们一起起立 也许闭上我们的眼睛 闭上了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来思考 让我们来想 我们要爱 耶稣就在我们这里 是的 耶稣就在我们这里 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这个时候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 祢在我们里面 祢是我们爱的源头 然后我们开始来思考 当我拥有这一个爱的 来自主耶稣的爱的时候 我怎么样去面对 在这一年里面 我所面对的困难 我所面对的羞辱 我所面对的挑战 甚至我会去思想 我没有办法爱的时候 耶稣 祢在这个时候 真是来到我的生命里面 帮助我爱 让我们回到 我们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 明白 我的爱不够 我求主帮助 就像我们跟神求 我信不够 求主帮助一样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爱 让我们心想 在这一年里面 我需要爱 在我生命里面 有多少的改变 让我们在想 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职场 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家庭 也在教会里面 也许我们现在 在外围的童工们 也可以这个时候 进到我们的会堂来 让我们一起 在服饰里面享受爱 是的 我们看到很多的外展的工作 我们一直乐切地想要把爱传递出去 但是这个爱如果没有再先从我们的彼此同工的身上 彼此流窜 彼此求饶恕 彼此求弥补 彼此求弥补 彼此去把那个伤口补满 我们就没有办法告诉人家 爱的真谛在哪里 真是巴不得我们 弟兄姊妹 不管是在我们小组 或者是我们一起服侍 或者是我们一起外展 我们确实有很多的不满足 我们有很多的缺陷 我们有很多的漏洞 需要去补足 但是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愿意神借着爱 让我知道我可以来协助来帮助 这个时候让我们真的是从心里为这些事情 我们献上祷告 我们一起为自己 你所要面对的爱的对象 或者是你的爱的缺口 为自己献上祷告 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来献上祷告 我们可以大声跟神求 我们要从神那边来的爱 我们要从耶稣身上来的爱 我们要能够从那边得到 充充满满的供应 我们是不足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我们要圣灵啊 你就这个时候来充满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 让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是缺少爱 我们需要靠着你的能力 然后能够爱 爱我们的弟兄 爱曾经骂骂我的人 爱曾经给我苦毒的人 爱曾经我曾经受过的挫折 甚至我也要爱 那给我挑战的 我要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 真的是需求 那真的是爱的源头 大大的充满我们 爱就在这里 爱是随时随在 这个时候我们有爱 明天我们就可以把爱传递出去 这个时候我们经历爱 我们的生命就大大的开阔 我们会经过新的一个改变 那个改变就是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做王做主 我要求你帮助我们 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真的是 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怜悯 在十字架的保鞋里面 再次的洗净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 倒空我们自己 让你的爱 往往前前来充满 弟兄姊妹 让我们真的是愿意 汲取我们的手 我们不仅仅是 在这个时候报告 我们相信神的爱 在我们里面 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手 也许跟几位弟兄姊妹 我们拥抱 也许我们跟几位弟兄姊妹 我们握手 也许我们跟曾经 有一些隔阂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熟的弟兄姊妹 我们有这个勇气 去扶住她 去抱拥抱她 告诉她 我们是在神的爱里 我愿意学习 更多的彼此相爱 弟兄姊妹 我们这个时候 就开始移动我们的角度 挤紧你的手 握住 也许是拥抱 让得罪 曾经得罪你的人 让曾经让你伤心的人 让你觉得没办法接触的人 就是这样的去跟她 问好 告诉她 耶稣爱你 耶稣爱我 我从这个时候 我要更多的跟你彼此相爱 那我们就开始好吗 让我们移动你的脚步 找五个 找十个 多好 因为这个时候 神的爱就在我们的中间里面涌现 让我们移动我们的脚步 我们并不是站在这边 神的爱激励我们 让我们能够彼此的 联络我们的拥抱 让我们彼此一起认信 让我们真的是 耶利卡基安的 联络我们的核心 中国就在这边 心在这边 感觉什么帮助我们 感觉什么帮助我们 我们爱一身前 爱我们 心在结枪 也不要独自悲伤 只要微笑 只要约亮 有你愛的地方 就是天堂 我們愛 一生先愛我們 隨你我不一樣 我們贏不成 隨往主不停往下 我們愛 一生先愛我們 因為我們要靠著寶貝的地方 把這個愛我們要拜祈禱 有什麼幫助我們 每一位弟兄姊妹 麻煩不拜祈禱 麻煩帥得很能力 我們就要保護你愛的地方 就是天堂 我的愛 一生先愛我們 隨你我不一樣 我們一路上 隨往主不停往下 我們愛 我們愛 一生先愛我們 請再堅強 也不要獨自悲傷 只要微笑 只要越南 有你愛的地方 就是天堂 是天堂 弟兄姊妹 讓我們一起來到神的地前 我們謙卑地求神 憐憫我們 哇 真的是我們感謝祢 祢在我們中間 神的靈在我們的中間 我們一切就改變 我們一切就變得特別 因為我們彼此相愛 在新的一年 我們會有更多的力量往前奔走 在舊的一年 在寒冷的冬天 也許是長酷 也許是忙碌 但是我們知道有神的愛在我們中間 一切就不一樣 一切就被改變了 願神祝福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 讓我們剛才所領受的愛 滿滿充足 滿滿充足 而且可以流出 有流進 有流出 成為生命的活水 那是愛的活水 謝謝祢 這樣祷告 都是奉主耶穌聖明求 Amen